他是台北人 然後他在台中這樣一個 算是意外吧 然後就遇到了一隻兔子 然後之後就在台中開始定居了 那也因為兔子帶給他很多生命中 不同的面貌 然後不同面向 然後他也希望未來他可以成立一個 這個兔子的友善餐廳 然後他最近也在好辦那邊辦了一個攝影展 那我們是不是熱烈的掌聲 歡迎如敏他的分享 好 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那個精神在於是 讓有愛兔的你擁有愛兔的幸福 那這邊要從我的生命故事開始說起 我是在2011年的時候從福大新聞系畢業 就我是台北人這樣子 那畢業後我沒有直接去做記者相關的工作 我反而跑到的是公安公司 那那時候就服務的客戶就是還蠻大件的 就是比較是偏向3C產品什麼蘋果電腦啊 然後LG手機啊卡西歐相機 Sony耳機這種東西 然後你知道3C產品就是每個月都很愛推新品 所以我們總是有發不完的新聞稿 辦不完的記者會 那常常就是這樣子 沒日沒夜的上班 那就在12年的四五月的時候 就是覺得人生遇到了一點低潮 就是因為一直加班 就是自己的生活都失去了 那剛好同年間 同一個時間點 然後那時候交往男朋友分手 然後我就覺得我很衰 然後這個時候後來我就開始 假日的時候就跑去愛兔協會去當志工 那特別是愛兔協會 它這個單位 它是一個教育單位 平常就是 就有在推廣一些生命教育 那也有在收容 就是被棄養的兔子這樣子 那些兔子都是可能會差點死掉 被丟在路邊 馬路邊山上 學校等等 那我就是在照顧他們的時候 得到一個啟發 就說這些兔子都是差點快要沒命 快要死掉了 那其實我不過是人生中 經歷一個某某小小的低潮 那其實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 所以我就是覺得在兔子身上 得到一個莫大的生命啟發 所以我就開始發怨 我就在12年8月的時候 我就發怨說 如果我有機會離開台北的話 就是我一定要認養一隻兔子作伴 對就是默默想了這件事情 可是也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去執行 那沒有想到在12年9月就在發完後 發完這個月呢 大概不到一個禮拜吧 就是發生發生了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 就是那個9月初的時候 我剛好下來台中找一個朋友玩 那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心情來想說 我們去夜個遊好吧 就是夏天涼涼的去夜遊還不錯 然後呢就在回程 經過沙路 台中沙路的一個山坡地的時候 然後就遇上了一個 就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就撿到了一隻氣兔 對就是他在那個山邊這樣子 在路邊然後正在發抖著 然後那時候撿回來的時候 已經半夜一兩點鐘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只好用個整理箱 就是先把它安置著 然後我們還去便利商店買那個 人吃的那種沙拉盒 然後裡面它有芹菜 小黃瓜 胡蘿蔔 蘋果 其他東西它都吃掉 它只剩下那個紅蘿蔔 不吃 所以事實證明 不是所有兔都喜歡吃紅蘿蔔的 好 對 那也因為 對然後 反正就是 這兩年間我就是 我就撿到它之後 大概花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就搬到了台中 然後就是跟它過著 就是一人一兔 相應為命的生活 對 然後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的成長史 就是它本來是 就是後來趕快緊進買一個小籠子 然後就開始養它 就發現它成長的速度非常的驚人 就是開始換到一個大籠子 然後大籠子就是也無法 就是在收容它 所以就剛才讓它在整個房間裡面 跑來跑去 就是完全沒有使用籠子 那也可以發現到說 它會開始出現一些比較放鬆 或是淘氣自己找樂子玩的一些型態 然後就是很意外 就是可以見證到說 一個生命的重生跟開生 就是 那也可以發現到說 我拍它的這個畫面感 也變得比較鮮明一點 對 就是 真的好可愛 跟它炫耀一下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在養它這兩年期間 我的就是工作狀態 有一些起起伏伏 那我就開始不斷的思考到說 到底有什麼樣的事情 是值得我一輩子去追求 或者是說一輩子去從事的 那當然在這個思考過程當中 並不是突然就可以想到 每天跟兔子玩還有錢賺 這樣不是很好嗎 然後就 所以呢 就是我下來的一個 就是我就發現 這時候我就找到了夢想 我的夢想就是成為 鬥子界國王 對 那如何實踐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接下來又做了一個 最近開始做一個計畫 對 麻煩幫我挑到那個網頁的部分 對 麻煩幫我挑到那個網頁的部分 對 可以摸摸的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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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時間來不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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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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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如敏 這是我的工作 我幫吃天被弄養 或是不當吃養的肚子 在他們經由衝突之家照顧到 健健康康整體穩定之後 幫他們拍得漂漂亮亮的 並且將作品拖在自己經營的粉絲團上 還有兔友相關的社團 來宣傳他們的認養事宜 這次的商人計畫 是希望可以打造一個全新的文創品牌 由愛圖 因為我自己從事這個中間鋪攝影 它其實是一個沒有收費性質的公平性活動 那我希望可以將自己的攝影作品 把它轉換成文創商品 相一來的話不僅是可以有穩定的收入 來繼續支持我的從事這項計畫 那我覺得更重要一點在於是說 可以讓更多人透過不同的形式 來看見兔子的美好 那竟然會發生到說 原來兔子有這麼多的表情 那可能有興趣想要養他們的話 就會用認養來代替購買的方式 來跟他們相處 所以有興趣想要去做一個新的作品 這就是要去做一個新的作品 還是要去做一個新的作品 然後要去做一個新的作品 然後要去做一個新的作品 還有新的作品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你們要做一個新的作品 所以我們要去做一個新的作品 未來我還希望可以打造一個便於送養、任養跟媒合的交流空間 希望可以處理更多喜歡兔子或者是正常大伙的朋友 在這個空間大家可以互相的交流 然後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也希望在更遙遠的以後 也能夠推廣大眾使用沒有動物時間的商品 這些事情都需要各位的參與 我是盧敏 希望可以和你一起建立有愛兔這個品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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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我做那個明年的月曆 那這個月曆設計還蠻特別的是說 他不是採一般常見那種直式的設計 因為剛好我拍的兔子他們的樣子通常都是看左還是看右 就是因為兔子本身沒什麼表情 所以就是要去捕捉他那個眼睛神韻的部分 所以剛好都會拍的左臉兔或右臉兔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發現說那個兔子在看你的形式 就好像他有在關心就是你們好好過這一個月的生活 然後就可以兔兔就是陪伴你一年四季這種感覺 好 然後第三個 對 然後第三個的話是由那個品牌的logo帆布帶 那其實品牌的精神它有兩個含義Friend Rabbit Friend它可以作為是形容詞的解釋就是 你看到兔子直覺是友善就是可愛 友善態度這種感覺就是你不會一聽到兔子覺得說 他們都吃紅蘿蔔然後都不親人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你直覺覺得很可愛那這樣就好了 那第二個的意義是在於說動詞執行的部分就是 你可能想要跟他們相處的話 你可能會有任養代替購買的方式 但是更像是說跟兔子當朋友 他不是你的所屬物品他不是比你低 而是說你們彼此互動互相會有交流 會有情感這樣子 那這個帆布帶的話我是特別找那個台灣 髒話那邊的廠商 因為就是之後就是台灣很多工廠 重心都移轉到大陸 那其實很多台灣的這種中小型廠商 就是變成說有一單沒一單的接 那這些阿伯啊叔叔阿姨啊 他們就變成說沒有單階的時候 就要想辦法自己找收入 那我希望這個品牌是可以從頭到尾 都是台灣原創MIT這樣的 所以就是特別找彰化這個廠商 那這個帆布帶除了有 就是單一個贊助的方案之外 還有第二個方案就是說 幫我跳到下一個回饋品 還有另外一種方案設計方案就是 你一次買兩組然後其中一組的話 我是直接幫你捐給台灣流浪兔保護協會 因為其實全台灣有在就是收容流浪兔 或是推動這方面議題的單位 只有兩個而已 那其實他們在取得募款方式就是還蠻辛苦 都是只能義賣就是二手的籠子啊 果乾啊便盆這種東西 那我希望是說直接東西捐給他們義賣的話 他們可以得到更好的收入來進行 平常的就是議題推動 然後最後一個品項的話是 就是我今年七月份的時候 我去一個日本叫大九爺島的小島 這個島上全部都是兔子 全部都是兔子 對那我就是有拍攝一些作品 就是希望規劃明年有出版的計畫 那大家先贊助的話就可以先搶先看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視鍵 既然欣賞 賞